你的同事积极参与 你们的董事会能看到带来的好处 投资回报很高 但你怎么实现这一切 让我们退回一步看看 你正在尝试提供学习与发展 那就是为什么你与技软签约 因为你能意见到 当公司里的每个人都经过培训 发挥潜能的时候 公司就会受益无穷 但现在你先得组织实施 这就是需要你专属学习顾问的时机 他们先与你和技软的销售团队 开个情况介绍会 他们已经知道你的需要 但这是个让每一个人 同意认识的机会 他们会跟你探讨 你为什么会签约这些视频 或那些课程 实际匹配你的员工的能力 匹配不同类型的员工 比如你的学习顾问会讨论 怎么与你们的企业大学或员工发展项目整合 以及你怎么把这些资源推广给你们的员工 你们一起规划 怎么实现你们的理想 你们公司需要采取的行动 以及学习顾问怎么能提供帮助 需要每天接受交流来把事情搞对 从让学习计划以公司的目标衔接 到随后持续的宣传推广 到经常的项目回顾 以及承诺投入内部资源 一直到董事会的赞助和支持 你的学习顾问专家可以教你需要做什么 不过他们不局限于做这一进事 他们会要求人事部 IT部门 市场部 你们公司的高管们 以及其他人都参与 那样 所有的关键人物都会在一个站好里 你们的人就保持着对学习项目的关注 这样 你就有机会实现你的远景 这都取决于你和你的学习顾问 怎么一起合作 创造一个长期的计划 聚焦于现在和将来的培训需求 然后按时落实 到那时 所有的努力就终有回报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以技转签约